啊 来 杜老师 你自己也有儿子 对吧 对 你怎么会流落街头呢 wane u do 你哪个人 因为人一旦年纪越来越大 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是很重要的 所以甚至您的奥海里都想过要复婚的想法 这个没有 好吧 你是非要表妹来才会承认 你想把这个房子完完全全地交给儿子 不是简简单单地把房子给了儿子 而是把你们这19年在那个房间里的幸福都抹掉了 这样做的确不厚能 事实上这个房子应该有他的一把 应该有他的一把 如果你还是个有良心的男人的话 你应该给他一把 因为为什么呢 你是有很多条退路的人 又有儿子 前妻又没结婚 然后还可以一家三口再去 他是一点退路都没有 所以现在所有的天平都靠在了您的良心上 这位老师的意思 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 反正要给你一把 我儿子哪一部分钱出来 我们再哪一部分钱出来 那为什么不会我们交个首付我们自己买房子呢 好 你不是有一半了吗 我还没说完啊大哥 你为什么非要让他出那道房子呢 因为这个比较省事 那个小孩 比较省事 19年省不省事 小孩现在要结婚 19年省不省事我问你 你跟他在一起 19年的点点滴滴 就这么省事 儿子的婚姻幸福生活 跟你们这19年比起来 你们的这19年 就如此不屑一提 我觉得你是有点欺负人吧 你欺负他傻 是他不愿意 对 他傻嘛 你看这话说的 你看是他不愿意 你还一怪我 他傻嘛 他就傻嘛 行 怎么做决定是你自己的问题 但每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 要经得起自己良心的拷问 良心这东西你在乎他 他就种植千金 你要是不在乎他 也就不值一提了 就这样 好 谢谢杜老师